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 猫小帅 故事开始了 吹牛和尚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和尚老是吹牛 所以村民们完全不相信他说的话 还叫他吹牛和尚 和尚觉得没意思 决定捉弄一下村民他们 他在寺院门前的大池子旁边 偷偷地竖了这样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 明日中午 池中龙会升天 村民们看到这个牌子 都吃了一惊 因为一直传说 这个池子里住着龙 大家都想一度为快 愚蠢的村民们 完全被我骗了吧 正当吹牛和尚准备告诉大家 这是个恶作巨石 天空突然阴暗下来 一条银龙从池子中飞腾而出 飞向天空 渐渐地消失在乌云之中 村民们都吃惊得不得了 更吃惊的是和尚 居然真的有龙 呆了一阵之后 和尚立马大声喊起来 喂 你们都好好听着 那个牌子是我立的 因为我立了那个牌子 龙才会出现的 但是村民们 谁都没有相信他的话 吹牛和尚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要走开哟 请不吝点赞订阅